今天我来认真地聊一聊我对整个基地视觉行业的一些看法 我们是19年开始做视觉集成的 评估过上万个项目也成交过几千个视觉需求 但不得不说我认为现在的视觉行业的整个商业模式 可能是不太正常 甚至有点病态 尤其是做一些视觉飞标项目的一些企业 这段视频可能会得罪一些同行 但是呢还是忍不住地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以及我们企业应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做的一些应对策略 不管你是未来会用到视觉的客户 还是说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或者说是自动化的从业者 我相信这个视频对你来说都会有所启发 视频确实有点长拍了好久 希望得到您的点赞支持一下 相信每个用过视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他真的非常不稳定 真的很麻烦 有多少客户是买了视觉 最终是调到不想调了 就在那边当做摆设了 还有一部分呢觉得他确实能用 但是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 但凡能够顺利用下去的视觉设备 他肯定会有这么一个维护的人员 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假方的 也有可能是乙方的 难道说这视觉没有 这售后服务就根本没办法去使用了吗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售后服务到底是应该假方来做 还是乙方来做呢 那我们就拿视觉行业中典型的一个标准机 视觉筛选机来分析一下 降选呢他的视觉筛选机是2万左右 而月一他最便宜的都说需要是10万左右 单纯的从配置上来说 我觉得两者差益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那这8万的差价到底是差在哪里呢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 这8万的差价就是这售后服务的成本 以及是企业运营的成本 这个成本对于乙方来说是巨大的 但问题是即使有着近8万的差价 作为售后成本 乙方也未必能够把所有的甲方都服务的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做视觉的一些公司 他做到一定规模之后 就会有跟客户打不完的官司 现金流也是非常的糟糕 因为扯皮他真的是常态 可能真的对于月一来说 他卖10万可能都没有降学卖2万真的多 大家发现当中的一些问题了吗 甲方花了更多的钱 结果也没办法得到百分百满意的服务 而乙方的售价呢看似更高了 但是均摊到整个服务成本也未必能赚到钱 那这个商业模式对视觉行业来说它正常吗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 为什么这个服务不能甲方自己来做呢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说我在开什么玩笑 客户花钱买了东西还得自己折腾 我说我是认真的你信吗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 你真的想把视觉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你还真得自己参与进来 除非你跟我说你的公司 常年就生产一种规格的产品 永远都不唤醒 而且呢来料的一致性也非常的好 以国内目前整个供应链的情况 我觉得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也不敢说这一定是对的路 但是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尝试 那我们每个月开展的免费视觉培训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对于客户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性价比 能够以一个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 同时服务这个事本来就很难避免 那就索性自己参与进来 其实这并不冲突 延伸着这个思路呢 我们做了很多视觉行业的一些标准机 大家可以在我的商家页面看到相关的一些介绍 我们的理念是把设备和服务区分开 把各自优势发挥到极致 如果您是自动化相关的从业者 我们的设备基本上就可以一两天上手 而且我们后续还可以给到免费的远程技术支持 那其实对于我们自身而言 就没有所谓的服务成本 那您就能够以一个比自己做的成本更低的价格 买到这些标准设备来做集成 而如果您是终端 您可以参加我们免费的视觉培训 当然如果您实在不想在这方面花任何的精力 我们可以分排当地的工程师来给您做服务 总的核算下来肯定是比您直接买整个设备 能够获得更好的服务质量 以及更低的价格 随着视觉技术的一直在发展 以后的使用门槛一定是会越来越低的 当然以上能纯述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感受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您认为的视觉行业的终极会是什么样子的